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齐明敏 欢迎大家参加零起点阿拉伯语语音的学习 现在我们开始阿拉伯语音的第五讲,第一课 这一课我们学习字母 从发音部位讲,这是舌端齿吟音 从发音方法讲,这是倾塞音 发音的时候,舌端紧贴上齿吟,形成阻碍 然后舌端突然下降,使气流冲出口腔 这个音近似国际音标的t和汉语拼音的t 它的辅音是t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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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上语 软音 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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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十二个音速 辅音也就是原音 敌 三个短音 敌 敌 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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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字母Atau的合口评音符有两种情形 是书写的时候有两种情形 一是上图中显示的基本字形 写它圆形 另外一种 呈圆形 这个口合起来变成圆形 它也是字母Tau的合口评音符 这个写成这样圆形的tun 只用在词尾 国内我们俗称写成这样的 因为它称长形 所以称它为Changta 而写成圆形的 我们国内俗称 圆ta 两者读音一样 只是写法不一样 这一课我们学习两个单词 上一课我们学了 对男士说的你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学的对女士说的你好 大家注意到 现在最后这个字母读其指符 上一课我们也学了 再往上我们还学了 大家注意到这几个词 前面两个字母的发音是一样的 前面两个字母的发音是一样的 只有 第三个字母才变成起指符 那么这个 肯定和前面几个 是有共同之处的 对它们是一个名词 只是结尾不同 这叫结尾代名词 那么 这两个字母是一样的 它代表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是指女的你的 结尾代名词 再跟我读 这一课的对话 是在两位女士之间进行的 这边的这位女士先发问 他说 你好 我们讲过 我是穆娜 上一课我们讲 对男士问 您叫什么 您怎么称呼 而这次是对一位女士发问 所以就变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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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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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发音 我们也称其为 这称其为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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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联读的 不发音 所以变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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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位女士 回答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